男人得知妻子怀孕的消息 不顾手上的工作 将她约来了咖啡馆见面 然而 正当她奔向开心的妻子时 一辆急时而来的车经过 她被撞倒在地 很快被失去了生气 这一刻 所有对未来的美好幻想 伴随着生命的消逝 全部化为虚无 一道白眼闪过 男人出现在了一处陌生的地方 来到这里的人大多数带着遗憾 工作人员已经见怪不怪 所以也就并没有过多理睬她 可谁知男人忽然大喊大叫 这令女人感到头疼的同时 只好带着她省去了排队的步骤 直接来了转世投胎前 注射孟婆汤的地方 得知自己已经死亡 想要返回原本的世界 就必须注射消除记忆的孟婆汤 男人怀着对忘记妻子那份不舍 选择了逃避这个流程 不顾所有人的阻拦 她跑进了那扇转世的大门 转眼18年时间匆匆而过 杰克已经长大成人 在耶鲁大学就读的同时 担任着图书管理员的工作 望着眼前和收银产生纠纷的女孩 她竟莫名感到一股亲切 于是杰克想办法支走了老太太 利用职位之便 帮助女孩解决了问题 对于初次相见 就对自己示意援手的她 女孩心中满是感激 还没觉醒记忆的杰克 怎么也不会想到 面前这个女孩 正是她去世时 妻子肚子里的孩子 整整18年过去 妻子对当年的事情始终无法忘怀 常常需要心理医生的疏导 才可以保证正常生活 就连睡觉时 床边都留有她的一席之地 安妮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 自己在未来不久 竟还会和已经阴阳两格的丈夫产生故事 因为家境贫寒的缘故 杰克不得不依靠打多份工 来保证学费的充足 一次应聘中 她的发言引起了一个男人的注意 尽管有她帮忙说话 可杰克还是因为资历尚浅的原因 被公司拒绝 正灰心时 男人再次找上他 急于鼓励的同时 提出一起外出走走散心 杰克不明白 为什么他要帮助自己 而男人自己也不清楚 这其中的原因 只觉得眼前之人 给他一种熟悉的感觉 车上彼此相聊甚欢 男人更是表现出一副 相见恨晚的模样 他哪里会知道 眼前这个 看着比自己小了20岁的男人 会是他已故的好友 而还没有恢复记忆的杰克 自然也不会记起他 在男人的指挥下 车辆停在了路边 看着眼前这座不大的房子 杰克只感觉熟悉 但又实在想不起来 在哪里见过 走进房子内部 一个女孩从楼上下来 注意到两人脸上羞涩的神态 男人借口去了其他地方 感叹了能再次相见的巧合 两人来了 外面等待晚饭的制作 正说笑十一个声音响起 看到来人杰克心中 再次升起一股莫名的熟悉感 杰克一个人来了室内 脑中不自觉浮现起一幅画面 正是前时他与安妮成婚式的场景 他不敢相信地跑来后院 看到正在种花的安妮 脑中再次浮现起画面 他不停安慰自己 那些不是真的 晚饭的餐桌上 杰克始终低着头 尽量不和安妮对视 杰克下意识说出的话语 引得所有人侧目 就连他自己也感到了不可思议 女孩按照他说的位置 果然找到了吃玉米用的小夹子 这下杰克可以断定 他脑海中出现的东西 是真实发生过的 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 跑来洗手间 面对镜子时 又一幅场景出现 他风一般跑出房子 对着汽车开始自言自语 两人见到他怪异的举动 他以为是杰克酒后 想起了家里不好的事情 于是便留了他在家里过夜 面对女儿的一再挽留 安妮也只好同意他留在家里住下 深夜 布兰达假借松被子回游来了房间 对于这个长相帅气 且帮助过自己的同学 他心生爱慕 察觉到这一丝不寻常的杰克顿时慌了 因为要找工作的原因 杰克向学校请了一周的假 在布兰达的游睡下 母亲同意了他在家里居住 杰克从睡梦中迟迟醒来 到冰箱翻找食物时 正巧碰到要出门上班的安妮 犹豫过后来到她的面前 安妮的回答 让她的脸上绽放出笑容 下意识接过钥匙 看到她还是一副吃吃的表情 看着自己 家里无人后 她来了安妮房间 看到床头摆着的照片 被人挂念的感觉是那般美好 闻着枕头传来的芳香 杰克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她换好衣服 心情忐忑的来了安妮的单位 安妮只以为她是想来这里上班 从而参观来了 望着安妮席耳恭听的样子 本来准备好 已经到了嘴边的话 又不知为何被咽了回去 听到她要去约会 杰克再也没能忍住 一把将安妮按到椅子上 一个与自己女儿一般大的青年 忽然跑来告诉自己 她是自己已经去世了18年的丈夫 虽然不清楚 她是从哪里知道的路易斯这个名字 但这种天方夜谭的事情 相信是个人都不会当真 早晨拦住自己的怪异举动 中午又说了那些莫名其妙的话 种种迹象都在说明 杰克来到这个家 是想对自己图谋不轨 她无法向女儿开口 说出内心的猜测 只好用伤浪的口吻 让女儿赶她离开 安妮不准备和恋爱脑的女儿讲太多 决定自己来做这个坏人 可只是走下一段台阶的时间 她就改变了主意 望着眼前熟悉的身姿 昔日的丈夫仿佛又站在了自己面前 赶走她的想法 不知为何 一下子就淡化了 夜晚 参加完舞会的安妮打开衣柜 却没成想 里面有一个惊喜 安妮先是虚语尾仪 接着就一脚踢开杰克 一场追逐战 就这样上演在了房间 虽然疑惑 她是怎么知道的 但此时的安妮 哪里还会想太多 蓄力就要砸向杰克 见状她只好认识 到了生完后就准备离去 可等安妮刚刚放下东西 她就不要命般地扑了上来 安妮不敢相信 她竟然会知道这种事情 看到她终于不再反抗 杰克将只有两人知道的那些事情 一一到来 她一时间脑袋有些混乱 赶走了杰克后 安妮到衣柜拿出一个盒子 里面留有丈夫生前的遗物 而那对钻石耳环就在其中 认清杰克就是自己的丈夫后 她没有感到惊恐 脸上全是爱人失而复得的喜悦 听到客厅传来的钢琴声 安妮换步走下台阶 手指碰住钢琴传出的声音 是那么的有魔力 她坐在旁边 两人默默无语 扩别了18年的思念 全在一吻当中 可很快 安妮就挣脱出来 不顾杰克的阻拦 逃回了房间 次日清晨 安妮找到了心理医生 将最近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 尽数告知 容颜的衰老 和外人的直指点点 是安妮不得不面对的事情 医生那句感情 不应该被约束 给予了她莫大的勇气 自此之后 她没再压抑内心的情感 开始和杰克尝试着约会 疯狂弥补着18年来的空缺 开场棚跑着兜风 一起尝试路边小滩 携手去满视孩童的游乐园 寻找童心 两人间的感情慢慢升温 然而还不等这种开心的日子 持续多久 意外发生了 这天 两人携手返回家中 杰克曾向好友旁敲 侧击过自己死去后 母女两人的事情 得知18年来都是 她在照顾两人 那时的杰克还心存感动 可现如今 对于好友的出现 她内心能生出的就只有醋意 晚餐时找了借口将她驱赶 可好友还没走出多远 就想起有东西忘在了家里 打开门 这样一幕 让她感到不可思议的画面 呈现在了她的眼前 二话不说就准备动手 说着好友就扑了上去 可已经中年的她 哪里是18岁杰克的对手 最后好友一拳 被杰克打晕在沙发 安妮立刻上前 关心地查看伤势 看到安妮一副忧心的样子 杰克自觉离开了这里 返回房间的她 怎么也无法静下心来 她明白 好友对自己大打出手 也只是担心 安妮会上当受骗 举办婚礼时 好友就曾对自己说过 她一直喜欢着安妮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 她喜欢安妮这点 还是没有改变 来到楼下 看着墙上三人的照片 好友几乎出现在了 安妮的各个时期 如今自己这个意外的出现 仿佛才是那个真正的插足者 想明白了一些事情 她扛着好友 送到了安妮房间 阴差阳错下 好友最终和安妮走到了一起 或许她和杰克之间 那根本不是爱 而是阔别了18年 在相见的冲动 结局本应该如此 杰克这个带着记忆的重生者 才是意外 当然她的出现 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 故事的最后 安妮放下了对王妇的执念 杰克因为一个意外昏迷 阴间使者趁机为她注射了 消除记忆的孟婆汤 记忆只停留在了 初见布兰达那天 电影至此结束